在第一章的第二部分 我们介绍制作工具U-PAN 安装ESX3 我们可以用点热电U-PAN启动 PAN制作工具 制作一个U-PAN 举例的使用 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大家如果想学的话 就是可以在 这个比较简单 可以百度搜索这个 这些百度搜索的这个名字 这有一个制作 ESX安装工具U-PAN 这里面写的非常详细 我们推荐用6.5的这个版本就可以 这个我的网PAN里面都有 安装之后 在你的PC机上 在你的这个温器或者温室上 运行 点着电 工具U-PAN制作工具 它可能被杀到 软件这个512 从那个隔离的文件里面 把它恢复就可以了 然后运行 插入一个U-PAN 这个U-PAN 应该是一个8G 8G左右的就可以 如果只安装1-3-4-5 这个U-PAN 在做工具U-PAN的时候 它上面的数据都会被清除 这大一点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锁完之后 它会有一个DND的用户 RAID的功能 就是在BIOS里面启用RAID的功能 启用RAID的功能之后 你进入RAID的配置 通常是Ctrl-R 但是每个硬盘都不要给它配置成RAID 这个是需要注意 我们不要用这个软件把它配成RAID 这配成RAID之后 ESX-SERV还是会扔到每个硬盘的 所以虽然启用RAID的这个功能 但是每个硬盘都不配置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是打成单盘来使用 这是相当于服务器的直通功能 在这个BIOS里面启用英特尔的CPU的这个VT 还有这个EDB这个功能就可以 之后进入就是按F把不同的这个主板有不同的设置 进入一个引导菜单 选择右盘 选择右盘启动 选择这个电脱盘 右盘启动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 我这是用的是RTL8111的这 如果按照过程中没有 检测不到网卡 说明你用的这个镜像里面没有包括你所在的这个PC机的这个网卡启动 你需要给它定制一下 或者你你的这个PC机内存 比如说两斤内存 那么在安装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提示 我这有一个采集卡 等下我开开PC机大家看一下 好 我把它全拼 这是卫星的一个主板 这里面的就是CPU的配置 是在这里面 这有一个CPU的特征 英特尔虚拟化技术 这是启用的 这一项 其他的 因为这个主板是一个配置比较低的 我们看一下它是16G 一个ISI的一个CPU 其他的就没有 就不需要配置 主要是影响辅助虚拟化就可以了 之后启动里面 我们选择这个U-PAN启动就可以了 这是进入U-PAN启动PAN这种工具 我们选择 启动自定ESO 然后选择自动搜索 并列出DND母录下的所有文件 这是我这拷费到DND母录中的 ESOXI的安装成员 大家看到这个是灰铺的 我们在这里面选择6.7.0 8168 这个是灰车 可以 在安装的过程中 它可以解释到 这个服务器的箱号 当前的CPU以及内存 暖安装的ESOXI是我的这个版本好 好 就到了 欢迎进入ESOXI 有点其他安装程序 回车键可以 F11 这是我当前 基短机上安装的硬盘 其中标箱号的是DND 是包括这个VMFS分区的 我们可以按F1 查看这上面的信息 这表示当前这个服务器中 已经安装了 就是所选的这个硬盘 已经安装了ESOXI 46.7.0 这个卷的这个名称是ESOXI 45.0 就是这个名称 如果大家在升级或者安装已经有系统 我们说这一点要注意 你不要都按F1 查看一下 不要直接把它安装错了 你像这个第二个硬盘安装的是ESOXI 5.5.0的这个系统 这是没有ESOXI 6.0的这个系统 这是没有ESOXI 6.0的这个系统 在安装处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工具优盘把它扒下来 扒下来之后再按F5刷清 它会重新搜索 它会重新搜索这上面的这个硬盘 这样的话 在安装的时候你找到只有一个硬盘的时候 就是那个系统就是系统 想要安装ESOXI系统用的这个硬盘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怎么做呢 是我们在这 我们就因为我们第一个硬盘有6.7.0 我们就把这个系统安装到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如果是新的服务器 就没有这一步了 因为我们这上面越来越有系统 我们选择 选择第一步是升级安装 保留原来的这个 Вас's Web 选择第二步是安装全新的ESOXI 保留原来的这个ESOXI�wyleg分区中的数据 第三步是全新安装并且清除数据 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生产幻境中 应该形成好义习惯 一般选择第一项或者第二项 第三项仅可能都不要选 如果你认为有没有用的虚拟器 你可以进入行动之后 手动把它试下出 在这我们就选择第二项 在这设置一个密码 在ESX46.7开始之后 就不能用类似于1234567 这样的这个简单密码 应该用一个复杂密码 基本上行动在安装到5% 以前它会卡一下 如果在实际的物理服务器 或者PCG安装ESX4到5%的时候卡掉 那么这是你安装的这个位置 如果你选的是硬盘 那么就是安装的硬盘有点问题 它的分区有问题 把它分区清除之后 再安装就可以了 这是安装这个ESX46.7的量 安装完成之后 充其又可调 刚才安装的过程中 我们有一个 NF5 就是扒掉安装U-PAN 因为只要进入到 进入到这一个界面之后 安装程序都已经加载到内存中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 这个安装U-PAN 安装完成之后 直接汇车就等待 它进入ESX46系统 这是ESX46的这个初始化界面 这个ESX46只要从进入这个界面之后 导伴全进入 应该在5分钟之内期限完成 如果它停留在某一个界面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当出现这种情况来说 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服务器本身的问题 另外 如果你的服务器连接了共享存储 在ESX46启动的过程中 它要尝试连接共享存储 如果到共享存储的链路出现问题 那么它会长期停在一个界面 可能会听 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检查服务器与共享存储的链接就可以 这是进入的ESX46这个安装完成之后 因为当前DHCP获得的IP地址 我们表示这个服务器 就是安装ESX46的这个服务器 它的网卡插到交换机上来 并且网络中有DHCP 给它分配IP地址 后期可以按F2 给它重新配置IP地址 好 那关于ESX4在PC机中的安装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 你这就先介绍到这些衣服的衣服